随着雪兰儿新冠病例高居不下 国防部高级部长拿督斯·李斯迈·沙比里 今天宣布雪州六个县 包括了乌鲁冷月、巴达林、额迈、巴生、 呱拉冷月和雪邦 5月6号开始落实行动管制令 直到5月17号 而行管令期间 民众是禁止跨州跨县 另外教育部早前宣布 雪州学省获准从5月7号起 回乡庆祝开斋节 李斯迈表示 即使行管令已经生效一天 但也不会影响这一项举措 而教育部将对此发布标准作业程序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 也在刚刚表明 行管区民众仍然可以跨线接种疫苗 而且不用出示警察的批准信 只需要展示疫苗预约证明 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曼·沙比里 今天在记者会宣布 随着雪兰儿出务大神向国安会建议 在州内落实行管令 当局审视动态热点识别的报告 并听取卫生部的意见后 决定雪州六个县 从5月6号到17号落实行管令 六个县分别是乌鲁冷月 巴达林 鹅迈 巴生 瓜拉冷月和雪邦 至于剩余的三个县 瓜拉雪兰儿 沙白安南和乌鲁雪兰儿 将维持有限行管令 伊斯曼表示 雪州六个县所落实的行管令 和其他落实行管令的地区一样 除非有紧急事故 否则沿进跨州和跨县 也不允许社交活动 十四也只能从早上6点到5月12点营业 至于在借阅市集关闭与否 国安会将交由雪州政府定夺 而雪州教育部早前已经宣布 住在宿舍的中小学 中六和技术学院学省 或者回乡庆祝开斋节 而雪州学省反乡的时间 恰好落在5月7号期 也就是落实行管令的一天之后 正是否意味着相关学省 就不被允许回乡了 伊斯曼给了答案 FARC sembi syarat telah bersetuju untuk membenarkan ibu bapa terus untuk mengambil anak mereka walaupun 7 bulan PKP sudah beroperasi tetapi dari segi SOP dan sebagainya akan diumumkan oleh Kementerian Pelajaran Kementerian Pelajaran oleh KPM oleh Kementerian jadi kita tunggu detail SOP itu akan diumumkan tapi kita dah benarkan 针对选州会否恢复居家工作令 伊斯麦表示 政府和国际贸易及工业部会做出宣布 而随着政府严禁全国跨州活动 伊斯麦也宣布搁置复原刑管地区之间推行的旅游泡泡计划 同时针对开灾节宣布了系列防疫指南 包括全国禁止举办门户开放活动 但开灾节第一天 刑管区的民众或者互相拜访 只是人数必须限定在最多15人 而且也必须蓄势房子大小和维持安全肢体距离 另外为了更容易追踪新冠亲密接触者 伊斯麦也宣布 政府将会强制公共场所使用Misejetra二维码登记 但没有网络覆盖的地区则除外 可以用手写取代 至于国内传出有印度航班入境我国 伊斯麦重申并没有印度公民入境 而只是货物 强调国内充斥假新闻 促起民众查证之前不要散播谣言 timbul kiriman di dalam media sosial whatsapp group dan sebagainya yang mengatakan kerajaan akan membuat total lockdown PKP seluruh negara setiap negeri di seluruh Malaysia dan akan bermula kononnya pada pada minggu ini kita telah pun menafikan MKN telah pun menafikan perkara tersebut yang saya nak sebutkan hari ini bahawa banyak masih banyak berita-berita palsu yang diedarkan 而战队有名人 被指为利跨州 Kissman强调 除非紧急事故 否则不被允许这么做 还表明警方将有权 采取对付行动 berita-berita-berita